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影《七月》 祝贺他当选韩国总统 国务院研究室有关负责人11日介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共补充修改92处 主要集中在稳经济 促创新 惠民生三方面 近日 中央财政对实际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200亿元 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重粮增值影响 补贴发放方式将延续2021年相关政策 11日 北京冬残奥会倒数第三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共获得四斤五银六铜 以十四斤十四银十九铜的成绩 赞列奖牌榜第一位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目前 我国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载轨稳定运行 神舟十三号乘组状态良好 计划于四月返回地面 当地时间11日 巴基斯坦空军在卡姆拉举行首批六架歼10CE结装仪式 这标志着中国新一代航空主战装备已正式列装巴基斯坦空军 实现了中国新一代航空主战装备成体系成建制出口 下面是一组资讯 国家卫健委11日消息 经研究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决定在核酸检测基础上 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10日12时至11日12时 山东青岛来西新增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109例 无症状感染者264例 吉林省11日通报 通过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分析 本轮疫情病毒株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2进化分支 3月1日至11日13时 吉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26例 吉林长春疫情防控指挥部11日决定 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 机关居家办公 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 除保障市民基本需要的超市 药店 特需医疗机构之外 其他营业门店一律停业 学校停课 公交 出租车 地铁停运 10日0时至11日16时 北京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例 无症状感染者2例 上海11日通报近期本土确诊病例溯源结果 细境外输入病例携带的病毒污染环境 由于管理疏漏引发本土感染病导致传播 12日起 上海市中小学全部调整为线上教学 幼儿园托儿所停止幼儿入园 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电子烟管理办法5月1日起实行 其中提出 禁止利用自动售货机等自主售卖方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电子烟产品 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 2月下旬以来 我国互联网持续遭受境外网络攻击 境外组织通过攻击控制我境内计算机 进而对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 经分析 这些攻击地址主要来自美国 当地时间11日 首批中国援助乌克兰的人道主义物资 运抵乌克兰切尔诺夫测试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教育部11日发布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副试的出事成绩基本要求 中央气象台预计 11日20时至12日20时 新疆北疆北部和南疆西部山区 内蒙古中东部 黑龙江西部和南部 吉林 辽宁北部 西藏北部 青海南部 河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学或余佳学 其中 内蒙古中东部 河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学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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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